一盤盤生魚片壽司擺放在桌上 不過中間這盤的顏色好像有點奇怪 仔細一看竟然是爬蟲類手工 有網友發文表示 看到有女大生帶著自己飼養的寵物手工 到壽司店用餐 更把手工放在醬料碟上 隨後上傳IG的現實動態 旁邊還寫上壽司胖胖包 這讓原PO氣喊很噁心 會覺得很噁心 那喜歡吃壽司的人都不敢再去吃 素質有點問題 他應該要考慮一下周邊人的想法跟感受 民眾直言素質很不佳 原PO也點名這名女大生來自原治大學 而校方也作出回應 該學生已在二十二號主動聯繫店家 也會針對學生違反校規的部分進行處置 不過把手工擺盤的行徑 也讓連鎖壽司店氣的喊告發出聲明 表示消費者的行為引發了衛生疑慮 除了會加強清潔 也會針對公司生育的受損 後續採取法律途徑 畢竟手工身上可能沾染病菌 若盤子沒有清洗乾淨 病菌被吃下肚 恐怕造成食物中毒 女大生把手工擺盤當好玩 大財實案紅線的後果 就是得面臨法律問題 三次的傳播也總是很太不報道 中文字幕——YK